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高15厘米 长35厘米 用的头部是头戴帽关的男性形象 它面目清秀 昂首挺胸 陶涌的身躯被塑造成鱼的形状 左右鱼鳍做滑水状 肩部刻画有一对翅膀 这尊人手鱼身涌最大的特点是 人头和鱼身自然融合为一体 看起来并不突兀 表现出中国古代工匠 娴熟的陶宿技艺 这尊人手鱼身勇 用陶土烧制而成 材质虽然很普通 但却出土于一座帝王陵墓 这座帝王陵的发现 源自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南京市破获的一起倒卖文武案 1950年春 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倒卖文武案 几个文武贩子 在南京夫子庙市场 都受古代陶勇时 被当场抓获 经过审问 警方得知倒卖的文物 来自南京郊外祖堂山上的一处古墓 公安部门立即对古墓进行了保护 并将这一情况 上报给南京市有关部门 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成 当即指示 要迅速找回墓中流失的文物 并将他们送到南京博物院 进行鉴定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 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的曾昭玉 仔细查看了墓中的文物 有一些玉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玉片上有用金粉书写的 唯宝大元年几个字 曾昭玉说 宝大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年号之一 中国古代帝王去世后 生者会将记录其生前功德的记文 书写在玉片上 放置于墓葬中 称为玉埃册 专家根据抽土的玉埃册推断 这处古墓很可能就是南唐时期帝王的陵墓 文物部门将这一消息上报给刘伯成市长 在刘伯成的指示下 考古工作就此展开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文物部门第一次对古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人员在祖堂山先后发现两处陵墓 第一处亲陵 是南唐第一位皇帝李便和皇后宋氏的合葬墓 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公元943年 另一处顺灵 他是南唐第二位皇帝李景和皇后宋氏的合葬墓 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公元961年 专家将这两处墓葬合称为南唐二陵 这里也是中国江南地区考古发掘发现的最大一处帝王陵墓群 南唐二陵共出土各种人物用136尊 包括内士朝廷官员 卫士 灵人和武鸡等形象 此外还出土了马 狗 狮 骆驼等动物俑 以及人手鱼身 人手蛇身等异形俑 这尊人手蛇身俑 展现了两条头部为人手的蛇 互相缠绕在一起的样子 在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异形陶俑中 人手鱼身俑构思巧妙 工艺最为精湛 它出土于南唐第一位皇帝里面的墓中 作为墓主人的随葬品 人手鱼身俑显然有特殊的用途 有人认为它是镇墓兽 镇墓兽是中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神兽 是为了震慑鬼怪 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特制的一种名气 目前出土的镇墓兽往往都是人面兽身 它们口露撩牙 有一副猙獰的面孔 人手鱼身俑 与镇墓兽相比并没有猙獰恐怖的感觉 人手的面部表情甚至略带笑意 看不出它是用来震慑鬼怪的 有专家认为 人手鱼身俑 更接近中国古代传说中海神的形象 据史记秦始皇本集记载 有一天 秦始皇召见博学之事 他说 朕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跟海神作战 海神长着人头 但身体却是鱼形 有人回答说 海神一般是见不到的 但是他们会驱使大鱼 蛟龙做仙岛 皇上遇到这样的恶神 必须立即除掉 只要除掉恶神 善神就可以露面了 秦始皇采纳了此人的建议 于是率船队出海 亲自射杀了一条大鱼 从此以后 民间习惯把大鱼 视为海神 在《山海经》中 对海神有这样的记载 人面而鱼身无足 这与人手鱼身涌的形象一致 另外《山海经》中 还提到山神的形象 人面蛇身 为交手上 这与人手蛇身勇如出一辙 书属界一般认为 就是鸟身 蛇身 和人面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造型 一般认为 就是一种山神 就是正山的 以鱼 鱼身 人手的面孔 因为可能跟河神 或者海神有关系 专家认为 人手鱼身勇 并不是镇木兽 而是人们根据神话传说 创作的海神形象 生者希望牧主人李变 在地下能够得到海神的护佑 李变是中国南唐的开国皇帝 南唐在中国的历史上 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 但他创造的文学和艺术成就 却令人惊叹 人手鱼身勇的出现 就与当时的社会背景 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唐处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 它是十国之一 其地域范围 包括今天江西全省 以及安徽 江苏 福建 湖北和湖南的部分地区 都城设在金陵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南唐开国皇帝李变从小就是孤儿 他曾在寺庙里当过和尚 后来被十国之一的吴国重臣徐温收为养子 改姓徐 李变十分聪明 而且孝顺父母 深得徐温的喜爱 他长大后率军作战 履历战功 被吴国皇帝唯以重任 公元九百三十七年 李变篡夺皇位 建立新的政权 为了名正言顺的统治国家 他称自己是唐朝皇帝的后裔 并恢复自己原来的姓氏 改国号为唐 后人为了把这个王朝和唐朝区分开来 称李变建立的政权为南唐 李变信奉道教 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 公元九百四十三年 他死于丹药中毒 李变的陵墓中出现 人手鱼身勇和人手蛇身勇 这也印证了史书中 关于李变痴迷恋丹 一心成仙的记载 李变去世后 他的长子李景继承皇位 李景当政以后 一改父亲保守的政策 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 他在位期间 南唐疆土不断扩大 然而在与后洲的交战中 南唐军队战败 国力大损 李景死于公元九百六十一年 李景去世后 他的儿子李玉继位 李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词人 他曾写下与美人 浪淘沙 相见欢等 快智人口的作品 李玉即位后 南唐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社会矛盾加剧 公元九百七十五年 李玉被宋朝军队俘获 南唐政权灭亡 虽然南唐政权只经历了三代帝王 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在其存在的前期 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尤其与西域的贸易十分频繁 反映在南唐二林随葬的陶俑中 就出现了骆驼俑和狮子俑 南唐啊 他这个国家啊 虽然这个短暂 也只有38年的短暂的历史 但是南唐在咱们中国历史上 产生的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南唐 他一度时期 是这个非常的繁荣 所以说南唐才有那么好的文学啊 艺术啊 这个流传意思 那就是说 这是骆驼啊 这个狮子啊 这类东西啊 实际上呢 就是说 也是他这个 当时他的这个生活的一段反应 他的这个对外的贸易 跟这个 跟这个西越 跟中亚西亚 跟中原地区 又广泛的这个交流在里面 在里面 李景父子 陵墓 随葬的众多陶俑中啊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这尊 人手 余神勇 他既代表了 中国南唐 陶俑艺术的最高水平 也成为后人 研究南唐历史 与文化的 实物力证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